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布列塔尼薄饼的发源地 有没有觉得它颜色其实蛮深的 跟我们以前外面看到那种可丽饼长得太一样 因为其实它用的是巧麦去做成的 今天点的是它最经典的那种法式款式 所以它是用法式火腿再搭上这个起司 还有这个太阳蛋 我每次最喜欢那个蛋液流出来的感觉 天啊 好療癒 对啊 超棒的 超级香浓的 它炸吃的时候它其实会先吃到 满满的那个起司香 但因为它是法式特有的这种 爱曼塔乳酪 所以它是比较香浓有乳 牛奶香的 但是又不会说味道会完全强气 然后再来那种火腿的咸香都会出来 对 咸中带一点香气 再加上它有蛋液融合 我觉得其实蛮融合的 对 没错 它会有那种火腿会带一点烟熏味 对啊 然后带上蛋液再加上起司 而且你看它还有附那个酒耶 苹果酒 没有错 在法国吃薄饼就是要配苹果酒 你看 因为我真的很爱吃甜的 所以我看到它这个甜的薄饼 我就忍不住又点了 这上面里面满满的 那个老板自己自制的可可酱 它其实是有点普甜的 70%的巧克力酱 那当然还有它烤杏仁片 跟那个冰淇淋 你吃完鲜的薄饼在吃甜 我觉得对你现在讲 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这样也太享受了吧 好饿了 它光是不加冰淇淋 就已经很好吃了 那我来吃冰淇淋的感觉 因为它的薄饼本身是非常软嫩 但是又有韧性的感觉 跟这个荞麦做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然后它的饼皮其实我觉得蛮软嫩之外 QQ的之外 它还加上杏仁片的脆脆口感 它其实很有微微的脆度的感觉 对 很有层次 那当然你刚刚说你吃咸薄饼 一定要有苹果酒配咸的 我这个是配甜食蜜蜜蜜的苹果酒 是不是要来干杯一下 好像是 我觉得这个薄饼实在太完美了 不管是咸的或甜的都太好吃了 对 来到这边除了吃道地的薄饼之外 还要吃一个很特别的 也是他们最道地的食物 哈克雷起司锅 哈克雷它是从法文翻过来的 它的意思其实就是瓜 所以说我们在吃这个的时候 其实是要把起司放到这个 像平底锅的上面之后 然后让它融化 然后去搭上我们的配料 那我们就先从起司开始呢 我们要先把这个起司呢 放到锅里面 然后让它去稍微软化 那它有两种吃法 一个呢就是你放上起司之后 我喜欢起司多一点 所以就多一点 或是你也可以把配料 先放在盘子上 然后等起司融化之后呢 我们再用瓜子再把它刮下去 这个起司真的超级香的 而且它其实是有点口感的起司 这个丝滑的感觉 而且它蔬菜很甜 它的起司真的好香喔 它是有一点点咬劲跟Q度在的 就是即使它融化之后都还是有 就是它可以感受到它的滋滑 其实在你嘴巴里面 而且我刚好配的是这个火腿 然后就觉得它火腿咸香咸香 搭上起司真的是很棒 然后再咬到一点马铃薯之后 那口感也很绵密 那我觉得它配蔬菜很棒 因为它其实蔬菜都还蛮鲜甜的 就是有鲜甜味 又带一点起司的味道去 我觉得还蛮美的 很好吃耶 它是蓝纹乳酪蛋菜锅 蓝纹乳酪它特别的地方 它其实是法国很道地的乳酪 它蛋菜有香喔 都是那个乳酪的香气 没错 好鲜甜喔 超级浓厚 而且它缩成小小一颗 所以它的海味也像炸蛋一样 它手在那里面一咬开就炸出来 没错 超级满足的 你这样就满足了 什么的吗 我还有一个最特别的特别 我准备给你了 真的好吃吗 谢谢 已经点好火的 霍曼地苹果白蓝地 天啊 谢谢 谢谢 这个就是火焰薄饼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淋上这个苹果白蓝地之后点火 它口感层次超分明的耶 很重的酒香 咬下去你会咬到那种薄饼 卵Q跟带脆 还有苹果的口感 嘴巴里面有冰跟热的那个感觉 就是冰火的那边 对 没想到板桥巷弄里的美食 都让我惊喜连连 板桥人真的好幸福喔 比比比丘 比比基屏 比比丘 比比丘 比比比丘